你看 真生口啊 大热天了 这么搬户 为了借个花言 连命都不要了 他一个人 能敌我们八九个人吧 这不绝死我们吧 就是 今天翻了一千套 又倒是五百块 这离给弟弟治病啊 又见了一个 林芝衣啊 你可真棒 什么 那么行我马上到啊 医生 医生我弟弟他家情况怎么样啊 林小姐 你弟弟现在情况恶化 需要马上手术 手术费啊一百万 一百万 医生 我现在暂时拿不出来那么多钱 你还是先去凑钱啊 否则呀 我们只能说句抱歉 医生 林医生 你救救我弟弟吧 我只有我弟弟这一个亲人了 哎呀 这件事啊 也不是没有办法 只要你能救我弟弟 你让我干什么我都愿意 哎呀 哎呀 你让我 你让我 啊 啊 啊 医生 医生对不起啊医生 哎呀呀呀 哎呀 你不可理喻 医生 啊 哎呀 宝安 出手 薛君一百万 我给她出了 你是 孤儿院的娜娜姐姐 娜娜姐 自从孤儿院之后 我们已经好久没见过了 没想到 以后别叫我娜娜姐 我现在姓姜 是姜程姜家大小姐姜依柔 对于过往 我不想提起 娜娜 依柔姐 谢谢你啊 为小男出移标费 你放心 这笔钱我一定会还给你的 没事 小男也是我弟弟 真是太谢谢你啊 姨娜姐 虽然之前 你偷我玉佩那个事 我挺在意的吧 但是 没想到你还记得我跟小男 也是多亏我这块玉佩 我才能成为姜家大小姐 之一 我会帮你付小男的医药费 还可以给你一大笔钱 但前提是 你要帮姐姐两个忙 没问题 姨娜姐 你要我干什么我都愿意 很好 第一个忙 还想请妹妹将抢玉佩的事忘掉 第二个忙 你替姐姐去相亲嫁人 嫁给一个富家大少 先聊 什么 嫁人 你是江家大小姐 长这么帅 没想到是个瘸子呀 难怪一楼姐不愿意嫁给她呢 我是江家二小姐 二小姐 二小姐 我怎么没听说过 这江家还有个二小姐 因为我 是 私生女 这个是我的资料 你看 私生女 搞笑吗 走 等我 不好意思 我不是故意的 没事 这个女人力气怎么这么大 谁人 竟然能轻松抱起 要把领导入手 还不快把我弄下来 我求你把我放下来吧 对不起啊 我马上把你放下来 这种感觉 怎么 快点把它拉开啊 对不起啊 你不用啊 你到底要干什么 我想架 你不学呀 原来 想做女朋友是吧 早上必须五点起床 给我做早饭 晚上下班的时候 给我打好洗澡水 如果要洗澡 必须给我放好洗澡水 必要的时候 帮我洗澡 帮你洗澡 这领一千万 拿去 滚蛋 我说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江城谁人不知 我可是出了名的虐女狂蚝 跟了我的女人 不是缺了胳膊 就是少了腿 你不害怕吗 我以前学过三打 咱俩谁打的 我说还不一定呢 你 浪费我时间 走啊 你 抱 倒折 倒折 上啊 你要干什么 我答应了一柔姐要嫁 这一定要嫁 是她 就一定要嫁 是她 去 陆家收益 有钱了不起 还不是 飞舞一个 给我打 干嘛 我欠画质 欠负小孩 还有我法吗 我开抽几个爱风筹 连你一块收着 那你可以试试 你没事吧 以后我照着你 糟了 月照来了 我先走了 喂 你叫什么名字 妈 我回来了 一柔 你是不是找人替你嫁给了陆少 妈 那就是个虐女狂魔 你难道忍心女儿下半辈子和这样一个人度过吗 可这门亲事 是陆家爷爷和你爷爷生前定下的 再说了 陆家在江城是巨霸 不好得罪的呀 反正我打死不假 事情已经这样了 回头你把那个替嫁的女孩带到家了来吃顿饭 我把她认作义女 这样对陆家也好有个交代 不能让林志余和妈见面 我离妈发现帮你 妈 这些事情啊我都处理好了 您就别操心了 总之一 这辈子你都别忘想知道你才是真正的江家大小姐 没想到还能遇见你啊 以后就由我保护你了 咱们这都结婚了 要不加个微信 嫂子你还在用这么破的手机啊 要不我给你换个手机吧 看来你挺有钱的呀 这么久没见 也不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 白者先隐瞒自己的身份法 看 我呀 就那个小经理 我就说嘛 你根本一点都没有那大少爷的样子 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我走了 你好要买点什么 我们这种店跟其他店都不一样啊 可不是什么爱妈爱狗都能买不起的 不买的话就不要试穿 因为真正的贵客来了会神气的 一柔姐 他怎么会出现在这样高档次的服装店里 好巧啊一柔姐 我们竟然看上同一件衣服来 谁要跟你这种群鬼看上同一件衣服啊 好久不见啊 妹妹 有空聊聊吗 就几天而已 一柔姐的态度 怎么转变得这么快 这件衣服 其实我不要 她也不该落进你这种肮脏掉倒刺的人事 这位可是姜氏集团的姜大小姐 是你这种贱民比不了的 姜小姐 我看她就是想偷偷模仿您的气质 去供应男人 你胡说我才没有呢 别拿我跟这种货色的女人比较 是是是 这种穷鬼啊 连您一个手指头都比不上呢 算了不跟你们计较 这衣服怎么破了 糟了糟了 这可是店里的高级定制款 不是我说啊 刚刚这衣服还是好的 就那个女生碰了一下就坏了 糟了糟了 糟了糟了 她竟然这么大力气 好啊你这个贱女人 说不过我们就耍一招 把裙子滑坡陷害我们 知义妹妹 你想要这件连衣裙 我让给你就是了 你何必将好好的裙子滑坡 陷害人家导购员呢 可是裙子根本就不是我的话的呀 这件衣服可是高级定制款 很贵的 我知道妹妹你家庭困惑 刚才只是一时气怒 所以才一时冲动 做了这等阴险之事 这样吧 看在我们相识一场的份上 只要你认个错 之前姐姐太吹了 不是我弄坏的 我凭什么要认错 江小姐 别把你的善心 用到这种人身上 这种贱民啊 对他再好也是狼心狗肺 算了 跟你们这样的人 我就说不清楚 把他抓住他 还觉得把店里的裙子弄坏了 还想跑 你放开我呀 你放开我 裙子不是我弄坏的 住手 住手 你就是跟这个个女人一起的 八成事了 林芝一直见女人 在颜值方面还挺会挑的 不过能跟这种女人在一起的男人 不是什么好货色 一群不张眼的东西 不张眼 蠢货 我可是姜氏姜家大小姐 就你这种群酸鬼 也敢说我们张眼 你就是姜家大小姐 争到你的狗眼看清楚 这是什么 这是特有陆氏印记的黑卡 陆氏 很耳熟啊 他怎么会有陆氏的黑卡 他就是略女条魔路上方 相承商业罢主 有我有婚约的人 还不快把你们脏手拿开 芝衣 你没事吧 有没有哪里受伤啊 从今天开始 江城 不会再有你的存在 看在姜路典家的关系上 这次我不管你计较 如果再让我看到你欺负 你就给我做滚出江城 我们走 看来陆绍峰 这次我计辩计 我计辩计 我计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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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 我计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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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不相信他陆绍峰还会看上你 姜董 姜小姐小时候的照片你还放着 姜小姐有你这样的母亲呢 真是幸福 这张照片连衣柔都不知道 当初在孤儿院找到她的时候 没有胎记 我还纳闷呢 还好 当时你提醒我说 有的孩子长大了 胎记就消失了 要不然就真的错过了 现在她长大 可是我却越来越怀念 她小时候的那份天真善情 姑娘 没事吧 我送你去医院 这个小女孩的胎子 怎么够我的 姑娘 姑娘快醒醒 姑娘 你好点吗 您是 我姓姜 你叫我姜伯母就好了 我这是怎么了 实在是抱歉 我们开车不小心撞到你了 不过你放心后续治疗 我们全包了 抱歉小姐 被撞 为什么她照片上的胎记 跟我们这一模一样 难道她认识我们亲 那张伯母 那张伯母 那个伯母 那张照片是您的吗 那是我女儿小时候的照片 您 我可以看一眼吗 可以 不好意思 打扰一下 打扰一下 阿姨您放心吧 你女儿没什么答案 休息两分就好了 她不是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我女儿 她现在已经长大了 看得出来 我母很宝贝这张照片 我还是先不看了 真羡慕 要是我也能找到我的妈妈就好 姑娘 你叫什么名字 我好打电话联系你的父母 我叫林芝毅 您叫我芝毅就行 我是在孤儿院长大 林芝毅 这名字好熟悉啊 公母您没事吧 你在孤儿院长大的 这也太巧了 我女儿也在孤儿院 待过一段时间 说不定 你们还是在一家孤儿院呢 您已经找到您女儿了 那您女儿叫什么名字呀 叫姜依柔 姜依柔 你们认识 我跟依柔姐 还真的是在同一家孤儿院 一起长大的 这么说 您就是姜程的姜氏吗 既然你和依柔 你们两个是好朋友 那这样吧 你去我们家住上一段时间 这样对你的身体恢复 大有好处的 谢谢您啊伯母 不用了 那你现在住在哪 以前的房子早就倒起了 姑娘 是这样的 医生说 你只是一点擦伤而已 但是你是由于太劳累了 才晕倒的 等一下就可以出院了 就这样定了 去我们家住 是啊 林小姐 你就答应了吧 姜董 不要手机办好了 啊 走吧 到了我家 我让管家给你熬点汤 好好补补 相信 你的身体很快就可以跑 走 知役 知役 江家 知役怎么去江家 不然啊 不然啊 哇 这就是一柔姐住的地方啊 真漂亮 走吧 妈 你回来 你怎么在这儿 瞧你 看见知役激动的把杯子都摔了 我让知役来咱们家住一段时间 你可要好好照顾她哦 看得出来 妈对林志役挺有好感的 莫非林志役知道她的身份了 不行 我不能让她在江家久待 那 那是自然 挺知役 你不是想在你亲生女性面前表现吗 行 那我就成全了 这几天我要出差 你要好好照顾智役 毕竟她是咱们家的客人 放心吧妈 我会照顾好她的 好 挺知役 对 虽然你在我家借助 但我江家可不养心 我知道了盈柔姐 那就 从拖地开始吧 你监督她 别让她停下来 她越难受 我越开心 现在就像这块妈 将整个江家的地板擦干净了 我为什么不都用脱把呢 脱把 坏 我刚才看你脱把好好的呢 我说坏了就坏了 你还不赶紧擦 你 不要跟我动作 不然你会吃亏的 赶紧赶紧擦 等会江小姐来了 我们谁都跑步 快擦呀 快擦 人家都这样待你 明显是不想让你在家里 还赖在人家家里不走 真不要 我有真心 一定要忍住 你快点知道没 啊 把这擦干净 快点 你没吃饭是怎么回事啊 啊 这江家这么大 要是全擦完 那不得累晕过去啊 是啊 还只准用抹布擦 这不知道得擦到什么时候啊 你们是不是太闲了 啊 擦了这么久的地 是个正常人早就累晕了 想不到这女人的力气还那么大 会晕呀 是你 谁干的 啊 你是这贱女人在外面哑的野男人吧 您敢管江家的闲事 野男人 苏总 她说你是野男人 这你也能忍 妹子 听歌隐军权 你都不知道她是谁 就别瞧瞧 我管她是谁 也不看看这是哪 这可是江城排名第二的江家 江家 除了惧怕商业霸主陆氏的势力外 在江城那可是无人能比 看你们这样子 顶多也就是小人小户吧 也配跟家大事大的江家比 得罪了江家 你们就等着被江城封杀吧你 我都要看看 是谁摆在我江家三波 小姐 小姐 你让我看见 这个野男人和这个贱女 你胡说就算了 陆 陆上峰 原来她就是商业霸主陆上峰呀 哇好帅呀 不可能 我厌恶这个东西 原来我在江城看到 小姐 是你 来人 把这贱女人给我丢去江家 小姐 小姐 要命啊小姐 小姐 小峰 你别误会 我都叫知一妹妹不要做家务了 可她偏不听 说到底还是这方下人不懂事 趁我不在欺负知一妹妹 她房间在哪儿 怎么发现 我好看 小姐 还好 我 我今后会好好照顾知一妹妹 绝对别再发生这样的事了 你们能给我听着 我陆上峰的女人 在哪儿这儿接触 是你们的荣幸 今后 如果再让我听到谁敢欺负她 都给我滚出教程 记住了 今天的事如果传出去 透过 自负 张夏姐这次可是真的得罪路士了 你们这群该死的下人 给我滚出去 我这是 怎么了 谁替我处理好这个 我怎么感觉 好像听见了尚丰的声音 林小姐你醒了 奇怪 这些人怎么突然对我这么客气 今天监督扫地的那个姐姐没来吗 这一妹妹你醒了 他们今天都怎么了呀 发生什么事了吗 今天刁难你的那个佣人 我已经把她赶出去了 这一妹妹可别因为这个事情 生姐姐的气啊 不会的 这一柔姐总是这么阴晴不定的 我还是小拼点好了 姐 是我脱练你了 要不是因为我 你也不会大学没上完就退学 更不会放弃你热爱的散打 行啊 我还不想拿 从小 咱俩就相依为命在孤儿院长大 虽然 我们没有血缘关系吧 但你已经是这个世界上跟我最亲的亲人 原来她是孤儿院长大的 这么说 她还真是为了弟弟 有了 既然她这么喜欢散打的话 那就开一个散打俱乐部嘛 啊 那给夫人安排个什么位置 那就让她做散打领队吧 啊 哎 记得啊 让她和其他选手一起参加面试 有了 林志逸 这刚领完证了 你就听医院长想外来啊 你在哪儿了吗 嗯 不是陆先生 这都领完证了还叫陆先生 怎么 叫上老公听听呗 我叫陆绍峰 以后 叫我盛峰就行了 你叫我林志逸就行 嗯 这是我家钥匙 是一套学区房 地址一会儿发给你 我觉得我们经理完证了 就应该 住在一起 嗯 住在一起 嗯 学区房 一套学区房至少要两百万 我的天哪 这我再不吃不喝多份人 怎么能买得起啊 哎 你不会 啊 这套学区房呢 是我爷爷那边留下来的 嗯 已经很老久了 那个 我还有事啊 我就先走了 记得 一定要求助我啊 这是陆先生前段时间 刚把这套房子的合同 给您这看收一下 啊 哎 怎 怎 怎么了 这 房子 你新买的 不是我买的 是啊是啊 这套房子确实现实买的 为了就是给你一个惊喜啊 啊 这套房子 确实是我 爷爷那辈留下来的 我这不很久我们结婚了吗 正好就花了点钱装修了一下 嘿嘿 那你是不是就没钱了呀 啊啊 对对对对对对 放心吧 以后的生活开销 我来 行 我们是陆氏集团旗下的散打俱乐部 如果您有兴趣的话 可以来我不面试 散打俱乐部 哎 陆氏集团的散打俱乐部 现在在广州选手 你让我去面试了 耶 是吗 嗯 哎你知道我知道了 我小的时候 我带你身边寻找安全 看你总是让我勾引 哈哈哈哈 来这家俱乐部面试散打选手的 都是获得过世界级奖项 这可是江城霸主 牧师开的俱乐部 听说世界级三打冠军 刘亚南也要 他是因为这家俱乐部的老板 而来的 哈哈 小姐姐 你这简历这么厉害啊 怎么还安身探气 我这算什么 我 就来攻攻运气 快看 全国三打冠军刘亚南 快让开 把亚南姐的位置让出来 凭什么呀 就凭她是世界冠军 你像什么东西 让开 汉南大学的冠军 来这天面试 你实在和我们开玩笑吗 这种不知名学校的比赛 也有人参加 像他这样 也敢跟南姐成功 我看南姐一个手指头 就可以把他打倒 少说我也是得过全国冠军的 怎么会拉不动呢 废物 就你这种人 也别跟我笑笑 世界冠军是吧 要是世界冠军 都是你这样的小方 那还真是丢了 你再给我摔一遍 各位 今天想要把这个箭人给我收拾了 你过去说我有样男的做 啊 还猎惨吗 我这人还心 啊 世界冠军 有样男的助理 那可是每个三大队员 都求这么得啊 对啊 走 你不要弄我了 啊 妈妈 got me at the fool Now I can never get her not but get her next to you tell me what you trying to do you get me harder for it now you better never know you can do that 不好啦 露头 你分手被打了 什么 我可谁敢做我的名字 住手 住手 这就是你说的夫人啊 受欺负了啊 这 看来是冒着是夫人呀 一一打五 这地上躺着的 哪个不是拿过省级奖枪的人啊 这女人也太可怕了吧 怎么回事 这就是承拔了多年的人 陆上风 好帅啊 难道这就是商业巨霸 陆上风 你是商业巨霸 啊 我 我怎么可能是商业巨霸 奇怪 他为什么要否认身份 那你是 我 我是老板特助 是吧 老板看有人寻衅姿势 特意让我过来看一看 是吗 对对对 所以啊 以后就叫我路特助就好了 再说这老板长得风流地衡 英俊潇洒 是吧 是吧 对对对 我们老板可不长他这样 我们老板 那可是风泥全江省的男人 你看看他 这想哪有那风泥的味啊 你不就是路 你不就是路 那个刚才是怎么回事啊 哎呀 富特助 刚才呀 就是这个女人 仗着自己的力气大 欺负面试者罢了 哎呀呀 你少胡说啊 分别是你家 就是他 他不怪我们 他对我们动的什么 按之一的性格 不会无故调适 先不管谁动的什么 柳小姐 我现在 严重为你的职业素养 今天所有参与打架兜的人 一律取笑啊 面试资格 那他呢 路特助 我们刚才大家开玩笑呢 闹着玩呢 都是误会 都是误会啊 你没事吧 看我没事啊 我看 路特助 和这个野蛮女人认识 既然说要公平对待 那就要一视同仁 你这样的话 你老板知道 不好 蠢啊 连陆绍峰的模样都不认得 他就是我们老板 既然都是误会 那我这回 就不和老板兵报了 如果再有下次 一律取消 将成所有的灭职资格 听明白了吗 灭不您的 走 从陆绍峰沉迷开始 我就一直养活他 没想到 却被你这蛮力女人截活 临时意识吧 你给我等着 陆绍峰 你指的是我 没事了 你这么 对那些面试者 你们老板会不会生气啊 我呀 和我们老板关系很好的 那你就不问问 他们为什么那样对我吗 万一 我真的跟他们说你 不管是因为什么 我相信 你都有哪个因 我相信 你就这么相信我 那当然了 你是我老婆 我不信你 我信谁 我就知道你会相信我 今天这事吧 本来是这样的 我就坐在那儿等 结果他们来了 就让我让座 我不肯让 我说凭什么呀 然后他们两个就 我看车 你咱你们 帮我上aley 120 喂120吗 这么看电视剧上演的 下一部医院就会洽达病危通知书 他不会得什么绝症了吧 只是晕血而已 这夫人脑洞也太大了 要是让陆总知道了自己的新婚夫人这么皱的 怕是要气得蹦起来 这 你可千万不能得绝症呀 这你说过 要陪我走很长很长的路的 你走了 我可怎么办 陆小峰 你还不能死呀 你虽然说 我是替家吧 不然我们才结婚几天 我也不想你结婚几天就死了呀 完了完了 夫人当真了 待会陆总醒来看不到不得批死我 小姐 我骗你呢 他就是晕血 他一个一米八几的大男人怎么可能会晕血吗 陆少峰 你怎么哭了 我以为你活不长了 谁觉得 你都 是这样 我刚刚给这位小姐解释了你是晕血 他还不信 真的 哈哈哈哈 哈哈 陆少峰 你一笔八血的大男人真晕血呀 哈哈哈哈 哎呀 虽然他晕血 但是什么日子呀 陆总很有羊羹之气的 陆总 陆总 戏城我们平时呢 喜欢这样乱讲啊 是吧 宝总 我 宝总 想不到有生之年能听到商业巨坝叫我宝总 是吧 噢噢噢噢阿 尘 我 哎呀 哎 不信你看 今天真是辛苦你了 对了 你叫什么呀我还不知道呢 嗯应该的 我跟 少风 是朋友 借我往这去行 我听你刚才说 要去吃饭是吧 你 你 你快走吧 嗯 少风 你这眼睛怎么 我什么时候说我有事 你是不是脑子糊涂了 我糊涂 我说我怎么糊涂呢 刚刚我妈打电话 叫我回家吃饭了 我先走了 哥哥 你再等一会儿吧 我请你下馆子去 算了 我怕我在等你老公帮我吃 不晕了吧 你平时呀 就得多吃点水果蔬菜 知道不知道 你跟女孩子 怎么力气这么大呀 哦 哎呦对不起啊 你不是不易的 你没事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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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先生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 已经可以出院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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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人 一定要注意节制 要不然以后 啊 可就不行了 这旁边 我可是行的 你 你流氓你 好了 既然 没什么事了 为了表示感谢 带你们往场场去吧 哎 你衣服上的写字 哎 你没事吧 哎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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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其实我有衣服 你不用给我买衣服的 再说了 你不是刚装修完房子吗 这哪还有钱买衣服呀 这时候的工资卡 现在上举给你了 你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这有钱也不能乱花呀 是不是 再说了万一以后 我们要是生孩子了怎么办 不算 你敢会生孩子啊 没有 你听错了 是你咱们该花的都得花 其他的交给我好了 不怕 哎 我们不是说去买衣服吗 怎么来珠宝店 没事就过来逛一逛看一看 哎 陆先生 您今天想看点什么 把你们这儿最贵的一款 我拿我来看一下 好的 您稍等 哎 这家店的珠宝可都是私人定制 这随便一件都要十多万呢 您看 这款可以吗 哎 四百万 四百万 嗯 那个小姐姐 谢谢你啊 我们就先不看了啊 哎 哎 就试一下对吧 嗯 又不用钱 怎么样 这也太好看了吧 我 金钱最准 一会儿啊 你就跟这个女士说 这个东西 只要 这样说 两百万 打五折 两千 什么 两千 你也太会砍价了吧 你疯了吧 就这个戒指 它再怎么便宜 再也买不起 小姐姐 我还给你吧 我们就是平常家庭 买不起这种柜子戒指 哎哎哎哎 你是哎 是这样的 您这款戒指 我们店里有活动 以两千的价格出售 两千 真的假的呀 哎 那也把它包起来 这个还有您 啊 有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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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江城的商业霸主陆绍芬 不是个虐女狂魔吗 怎么对刚来的那位女士 怎么体贴上心呀 那就传闻就是谣言咯 真羡慕这位女士 要是有人这样愿意对我 就是虐死我我也愿意呀 虐死我我也愿意呀 这是干什么呀 快醒来快醒来 云诞 谁 стран 你 至少我们已经结婚了 但是我希望 别人有的 你也能给 我会很爱你的 所以你愿意为了我 戴上我送你的第一美戒指 你干什么呀 你为什么要在我衣服里 就这样 最狼狈 最丑的时候说这么着实的事情 啊 在我心里 你在任何时候 都是最美的 谢谢 陆总 江总找我有什么事吗 一看陆总就是个聪明人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小女江一柔 仰慕您多时 想去您的公司 给您当个贴身秘书 据我所知 是他找人替家吧 那是一柔他不懂事 我已经教育他了 陆总 看到您爷爷和我家老爷子 关系好的份上 您就卖给我们这个人情吧 虽然现在我与志宜结婚了 但侯友婚约的是江家亲戚 为何不趁这次机会 让江家对外声称 林志宜是义母 这样志宜也不会 对外籍说险话 好 不过我两个条件 对外现称踏实的义母 第二 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的身份 尤其是我的太太 林志宜 好 看来 这陆绍峰对林志宜 真是上心了 女儿啊 我也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她们也在这儿了 这儿因为我已经在这儿了 我原来是为了她 看来陆绍峰对她是真上心了 我不能情绪 江一柔 你怎么在这儿 三家千金 陆特助身后的妞 不错了 你别说 她跟陆特助 还挺搭配的 那个是这样 我身后的这位 是我的秘书 叫江一柔 陆总呢 看我工作环忙 特意给我安排了个 秘书 还分担工作 我看就是你特意让陆总给你安排了 那个 如果有什么事的话 大家都可以找我们的江秘书 之一 来我办公室 那个 你就不用去了啊 在这转一圈 熟悉的环境 之一 郭总 可恶 又是您之一 全国散打冠军 柳亚男 有没有兴趣跟我合作 原来江氏集团的千金 江玉柔 也喜欢商业霸主 陆上风啊 不过啊 这陆氏和江氏 就理应 江小姐又何必来这道对呢 你不需要知道原因 你只需要知道 跟我合作 只有 没有必 那 我再也没 看着吧 林志逸 你得意不了多久 你不去找你的美女秘书 找我有什么事吗 怎么 吃醋了 还没有 还没有 真的没有 没有 反正我们的婚姻本来就是一场意外 我又没有资格去干涉你喜欢谁是吧 我的心好疼啊 我的心就碎了 对不起啊 陆特处 忙着呢 哎呀 我是不是来的不是实惠啊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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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逸妹妹 好巧啊 你也在这儿 上次商场的事情都怪姐姐 姐姐回去之后就一直在忏悔 你能原谅姐姐吗 过去的事 我都遇忘 志逸妹妹 你这样说 我真的太开心了 没什么事的话 我先不打扰你们了 听志逸 给我等着 什么事 陆特处 上次商场的事情 还请您不要跟我计较了 志逸已经不在意了 我也没有必要睡觉了 不过 我的条件 我想姜董就已经说过了 我不想暴露我的身份 不要让志逸知道 您放心 这是我作为秘书的基本职责 既然如此 那我就偏要让他知道 这 找了什么事 去场馆找两个人 将陆特助就是商业伴主 陆绍峰这件事 透露的东西 还有一件事 当务之急 就是先把我之意这个贱 给解决掉 之后 会给你公平竞争的机会 记住你说 听说陆特助就是商业霸主 陆绍峰 我还听说 新来的秘书张艺柔 是江市里千金 而且啊 早就跟人家陆是有联谊官的 我看人家 根本不是来当秘书的 而是来看着自己温温敦夫的 古归也是 人家两个狼才女貌 真是天葬地生的一对呢 我怎么就没想到的 他就是商业霸主有什么分 雅兰姐 干的不错 应该的雅兰姐 不过这陆特助 真的是商业霸总陆绍峰吗 不该问的事情你们两个别问 这件事你们两个最好 给我乱在洞子 是 江一柔 现在就看你那边了 原来他们说的 都是真的 不好意思啊 我脚崴了 可以扶我一下吗 丢是在那边 你自己想办法 脚好痛啊 江秘书 交给你了 交给你了 江秘书 你推好了 关系人士的贱人 关你 陆绍峰 你不扶我没关系 还差最后一步 我的计划就达成了 等绍峰 等绍峰回来 我一定要问清楚 怎么不开灯啊 绍峰 有件事 我想听你亲口告诉我 怎么了 你 你是不是 什么事 绍峰 有人跟踪我 你快来救救我 看在我们两家 关系的面图上 跟我没关系 你刚才 说什么事 我想听你亲口告诉我 你到底是不是 陆绍峰 你真不在乎 你们陆氏的名誉了吗 再不来 你这个秘书 可就是我的了 不要不要不要 地址 那个 执疑 我有事 赶紧出去一下 绍峰 能不能先不出去啊 你今天怎么了 是不是 哪里不舒服啊 执疑 我有事 我真的出去走 可是 能不能不走啊 不行 我一定要弄清楚 你别过来 今天就算是天王老子来的 也救不了你 不要 救命 救命 不要 救我 谁呀 你我等着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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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 你一直喜欢的是一楼姐 怪不得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你那么介意 我是不是姜家千金 你不是在意我的身份 只是在意 我是不是那个人罢了 你想 既然如此 我成全你们 姜小姐 你的事我办完了 你看这个钱 是不是该 拿钱赶紧混蛋 记住今天的事给我乱在肚子 姜小姐放心 我嘴巴压得很 姜小姐 事情进展的顺利吗 当然 要是没有你这一计 我今天也不能顺利的 让林芝毅对陆绍峰 反生猜疑 竟然跟踪陆绍峰 看到我和陆绍峰相拥这一幕 姜小姐 扩抢了 既然他们两个现在已经有的矛盾 那不如就趁现在 彻底把他们分开了 容芝毅 还想跟我讲呢 任务 绍峰 能不能先不出去啊 芝毅 我有事 我真的出去讲 可是 您好 你拨打的电话无法接通 请稍后再播 我要你毁掉林芝毅的清白 真要这样 你不狠 永远也别想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喂 一柔姐 怎么了 十一快来救我 啊 你在哪啊 我在畅想KTV 快来啊 好好好 别碰我 永远 别碰我 救命啊 救命 有人飞你快救我 那柳亚男 别多管闲事啊 救命 徐义 快救救我啊 救命啊 救命啊 住手 包厢内只有一个流氓 可柳亚男 好歹也是国家级三大冠军 对付他绰绰有余 我不要 你敢坏我好事是吗 是 你们两个一块 也无理不可以 你 你给我等着 等着呢 你没事吧 十一 你你先过来 十一 对不起啊 我以前那样对你 你全还愿意救我 哎呀 那都是以前的事了 都过去了啊 对了 十一 你渴了吧 来 喝杯水 谢谢你啊 哦 对了 梁大姐 那个我还有点事 先不跟你说了 我先走了啊 走 你还走得掉吗 我怎么感觉 头 有点 不愧是全国散打冠军啊 快走学历好 手段 彼此彼此 王智义 过了今晚 我看你还怎么 中少风 演得不错 哎 给我好好招待他 记得 帮留好视频哦 好办事您放心 绝对给您办妥妥的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小伙伴 今天让小阳好好疼疼你 过客 不用少风的 你敢碰 找死 小众霸虎 勿哨帮 还不可以滚 看来 这是个瞎药 知 知一 醒醒 老子 你这是玩火 你知道吗 哭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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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上发 你流氓你啊 我 我流氓 我 昨天晚上 是谁受冻偷窃送抱的 是谁手动脑袋送抱的 你那是承认指挥 我告你去 你是忘了 我们是合法夫妻这回事了吗 那可是我第一次呀 你怎么会忙我第一次 给你这种脚踏两只船的人 可是 这也是我的第一次 再说了 谁脚踏两只船了 你呀 一边招惹我 一边我跟江一柔柔柔包包 还跟他在晚上私会 我什么时候 你说的是 江一柔柔脚那天吧 那天是他被绑架了 我只不过是出手相救罢了 真的 我发誓 我只爱你一个人 我会对你负责的 你怎么知道我去哪 你跟踪我 你想一想 昨天晚上 是谁让你去KTV的 那个 昨天晚上 江一柔跟我打电话 然后 我就看见 刘雅南 被人威胁 然后我就出手相救 好了 好 想不起来的话 就别想了 我大概已经猜到是谁了 既然生好了的话 那就 搬回家住呗 我现在还不能离开江家 我一定要把那件事情调查清楚 不是 不是 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 在外边养小白俩了 哎呀 既然被你发现了 那我就不赢了 什么 长什么样 只有我一半帅吗 我以为你可帅多了 哎 我有照片让看看 你 看一看 哎 哎 怎么样 帅 我发现 你最近是越来越皮了 等我把事情的真相查明了 我就回来 你过几天 再去江家吧 听我的 知义妹妹 这三天你去哪儿了 怎么一直都没回来呀 一柔姐 我问你 三天前的那个晚上 你去哪儿了 我一直在家里啊 不信你问他们 不可能 我分明就是看到你出去了 李小姐 这几天小姐确实在家 没有出去过 好了 你这几天都没有回来 肯定没休息好 你上楼休息吧 我分明就是看到你出去了 听话 你这些不错 这最近一间柔情啊 怎么总关心我有没有休息好呢 眼下的当务之急 是要搞清楚生日和胎记的事情 什么 说那天晚上在畅想给提威 陈翼被陆生芬给救了 陆生芬知道是我们两个做的了 我哪儿也不知道啊 那个人说并没有把我们两个说出去 这奇怪 最近也没有吃不干净的东西 算了算了 不管 最近姜伯母在家 一会儿去她房间找找线索 说不定 还能找到关于那个小女孩的线索 看得出来姜伯母真的很爱与荣静 姜家传世预备 林志一 在我妈房间干什么 我看门开着以为里面有人 我就进来了 我妈的房间 可不是什么阿嬷阿狗都能进 奇怪 天儿家相册里怎么会我预配的 预配是 小型发生我一趟小顺 有姜伯母回来摸 哎呀不对啊 我好像有个班要是 最近这种太多了 我妈我要上班了 我 我还没请假 我妈快把我开了回来了 莫子 这是 是 常想KTV三年前晚上的事 我原是江药之病 罗总 咱们要不要把这个视频 直接交给警方出来 这段视频 只能证明刘亚南和姜云荣 先后进出和开别的包包 并不能证明 他们在里面做的事 感动我的女人 我看 他们是不想活了 芝依 上次KTV的事情 真是太谢谢你了 哦 那个事啊 没事 大家都是同事 不愿意帮忙嘛 对了 这个呢 是我同事啊 会从澳洲带回来的蟑螂 吃完的可是大补的 就当做谢礼了 那个亚南姐 真不用啊 这个澳洲蟑螂 你自己留着吃 这个东西啊 很好吃的 真不用 亚南姐让你吃你就吃 你们不愿意的吧 就是 像你这种人也配跟我在一个餐厅吃饭 我告诉你 今天的事情只是一个小小的教训 像你这种野蛮之人跟我离陆先生远一点 要不然下次可不是吃蟑螂这么简单了 我们走 算了 反正这么多年了 不也会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就是来这儿寻查的 看你坐在这儿 我就回来看看 怎么了 是我没吃饭吗 你怎么哭了 是不是谁欺负你了 我本来不想哭 我没人住 不哭了不哭了 以后 有我在 陆总 成熬动 让他逼夫人吃帐牢 夫人不吃 他就把帐牢人之中的餐饭 还有柳亚南的跟班 他还一种合照啊 全都扔到 你去准备一些茶 他送到 本营被选手的身份 另外 只一等 一定要亲自送他 还有 去准个三个搜的 让他们 一口一口的 吃进去 大家都停一下 陆总请大家 喝下午茶 喝下午茶 吃的呀 李小姐 这个是陆总特意为您准备的 柳小姐 这个是陆总单独为一个的 吃的吗 单独给我的 还有你的 我也有 哦 啊 他的当然跟柳小姐的不一样了 这个是陆总 专门为你定制 就你说 这什么东西啊 是不是 搜了呀 让夫人吃蟑螂的时候 怎么不考虑考虑 别人想不想 活该 都说了是陆总特意为大家定制的 所以 当然不一样 怎么 二位不吃 是不给陆总面 怎么会呢 我现在就吃 你 哎 不能吐啊 一定要咽下去 这个 谢谢陆总 放心 我一定会转高楼座 乐乐 他们吃完了 放心 我亲眼看见李安南他们两个一口一口 全部吃完我才走 您这招看真够损了 对了 那另一份特殊餐 我们准备给谁啊 送去江江 江 江一龙 这只是钱菜 这不是邵峰的大助理吗 邵峰呢 陆总很忙没来 不过今天 俱乐部陆总请大家吃茶点 他托我特意给您带来 特意给我的 是的 而且还特意要求我 监督你吃下去 这样才开心呢 这 这 什么味儿啊 哈哈 这个呀 是陆总特意请国外大师 帮您特意定制的 所以 为了的确认了 我这 是外国经济的 这就是不一样啊 哎 知义 正好可以问问他玉佩和胎记的事 姜伯母 您回来了 是啊 你这是要出去 没有 我刚下班 姜伯母 我有一个问题 想让您回答一下 执意 你有什么事 尽管说 不要跟我客气 伯母 您家是不是有一块玉佩 上面刻了数字 是啊 您怎么知道的 那我能问问这块玉佩的由来吗 这块玉佩啊 是我们姜家的传家宝 一柔小的时候 走失过一段时间 还好 她出生以来 身上就一直带着这块玉佩 所以 我才能在孤儿院把它找到 之夜 我会帮你付小楠的医药费 还可以给你一大笔钱 但前提是 你要帮姐姐养个忙 第一个忙 还想请妹妹将抢玉佩的事忘掉 如今我已是姜家大小姐 这传出去 总归是不好的 如果那块玉佩 是姜家传家宝的话 当初姜一柔让我隐瞒玉佩的事 就能说通了 但是如果现在 我将姜一柔的事情说出去 也未必有人相信我 还是得找机会 看看姜伯母随时携带的那张照片 你怎么了 是不是病了 是不是病了 姜一柔 我把你当姐姐 你却把我当傻子 妈 你回来了怎么没告诉我呢 哎呀 林芝逸 你这个贱人 你故意的 姜伯母 我不是故意的 我看他站不稳了 我想扶他一下 我没扶好他就摔倒了 林芝逸 你这个贱人 今天非要好好教训教学你 林芝逸我要杀了你 够了 我明明看见是你先动的手 人家芝逸都没有还手 来 你的眼睛 你的眼睛怎么成熊猫眼呢 我的眼睛 林芝逸 我压你不得好死 姜一柔 妈 怎么办呀 明天就是生日宴了 我还邀请了陆绍峰 绝不能让他看到我这副样子呀 行了 我出差这几天 已经够累了 这么大人了 这么点小事 要学会自己处理 姜一柔 四月三日 比你生日宴会只剩一日月了 你准备到怎么样了 四月三日 我记得园长妈妈跟我说过 我小时候那块预配上课的数字 就是我的生日 四月三日 可是我明明记得 一如姐的生日是三月四号 还有那张照片 这一切都太紧了 我一定要查清楚 这字你应该不会发现什么吧 是啊 四月三日 就在家里办 到时候给你选一件漂亮的礼服 妈 我都筹备好了 这次生日宴 我还邀请了生日霸主陆绍峰呢 又是邀请了他 那我们江家在江城的地位 可就没人可以动了得了了 姨柔 你可真是妈的小心肝呀 据说他从来不参加宴会 你恐怕不会赏脸吧 那 他会来的 陆总 四月三号是江市千金的生日 这是他给您的邀请来 好的 把您推了 生日 知义的生日也是四月三号 我们现在就是江家 这事都交给我办呀 怎么能够麻烦您亲自跑呀 我发现你最近话很多啊 看你就是想去找夫人 看 这生日会也太豪华了吧 虽然不是给我办的生日会吧 但是想想能在这么漂亮的地方 摘上一遍 就当给自己也补过一个生日了吧 哎 你听说了吗 牧师集团的陆绍峰要来 那个商业霸主陆绍峰 我见过他本人超帅的 但我听说 他好像从来不参加任何宴会 哎 你不知道吗 陆绍峰跟江一柔 从小就定了拉筋啊 嗯 自家慰问妻的生日会 那自然得来了 还好我的陆绍峰 就只是陆绍峰 不是那个什么商业霸主陆绍峰 不然像我这样的人 怎么能够配得上他呢 这江一柔虽然说平时人不咋样吧 但是这论量貌 身材 气质 确实在江城数一数二 他应该能配得上那个商业霸主陆绍峰吧 我早就听闻江家小姐气质惊艳 今日一架果然气质非凡 那他今天怎么戴着面具啊 林知义 要不是因为你昨天把我的眼睛揍住了 我今天也不会戴面具 也不会听到别人这么异论我 给我等着 今天不会让你好过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生日夜 希望大家今晚都能玩的开心 感谢各位百忙中抽出时间 来参加小女一柔的生日宴会 不过呢 这几天一柔脸部有点过敏 请大家谅解她 带着面具出席 真羡慕江一柔 有这么多人替她亲生 江总真是好福气啊 生了个这么露露大方的女儿 真是羡慕 现在 就请大家尽情地享受这奇妙的夜晚吧 如果江伯母真的是我的亲生母亲 我和江一柔差距这么大 江伯母肯定不会抛下这么漂亮的女儿 来选择我这个丑小鸭子 真谁啊 土包子一样 江家怎么会请这种上来台面的 该不会是混进来的吧 你们怎么能这样说一个女生呢 她再怎么相巴佬 也是我江家的客人 我们都应该以礼相待 江小姐果然是人美心善 一走出来就有大家跟秀的气质 不像有些人明明是只丑小鸭 还妄想效仿天鹅呢 你光 太太太 姐姐啊 就把她只当做乞丐 吃来生日宴要饭的就行了 别让她扫了姐姐们的心 你才是乞丐呢 江小姐她竟敢骂你 算了吧 不个人 想走 没那么受 陆总 咱们该去江家参加 江是千金的生日宴啊 要不是之意在乡下 就凭姜云柔 她的身份也配让我亲历 对了 让您准备的生日餐厅 准备好了吗 您之前说那个 温明全球 国内仅此一家的餐厅 已经被我包场了 就等您姐夫人回来了 好 走吧 她摔下来了 该不是她故意摔下来 想引人注意吧 真丢人 好痛 你虎我 林知义 你就这样去死吧 这样 将是监金这个位置 就永远都是我 她不会被摔下来 慌什么 她死关我们什么事 是她自己摔下去的 妖怪 你只能怪她自己 知义 那是这边 不要命了 不是说这江小姐是工敏才戴的面具吗 这怎么看着像是被打 哎呀 手势也太可笑了 难道 我真的要死了吗 知义 你怎么了知义 他就是让江山所有士族闻风丧党的陆绍峰 我买瓦了知义 这 他就醒不了了吧 你再说一遍 你们所有人都给我听着 今天他如果有一点事情 我让你们所有人 被造 知义 你怎么了 怎么了 去问问你的好女儿吧 江一柔 我一号子再给你算账 知义 你醒了 我还以为再见不到你了呢 知义 对不起 都怪我 怪我没照顾好你 难道给我听着 她是我江城霸主陆绍峰的女人 以后再受一点欺负 我让你们所有人 生不如死 江城霸主 陆绍峰 知义 医生 医生 来这儿 这儿这儿这边 来 医生 我老婆怎么样了 你这丈夫怎么当的呀 你老婆都怀孕了 你还让她摔倒 什么 知义怀孕了 还好大人和小孩没什么答案 意思是 我要当爸爸了 安静安静 这就是医院 我要当爸爸了 陆总 恭喜你了 陆总 这次一柔 差点酿成大错 不过你放心 我不会让她再出现在 你和知义的身边 还请你 看在你爷爷和我家老爷子 关系好的份上 就放过她这一次吧 我回去一定好好教训她 姜董不用自责 这一次 我可以放过江亦蓉 但如果再有下次 我就不会鼓起以往的情面了 江亦蓉 要不是在场的人告诉我 是你把质疑推下去 我到现在都不相信 你会做出这么恶毒的事 陆总 以后不要去 我已经帮你辞职了 什么 妈 我不要 江亦蓉 你知不知道 你这次是真的触碰到了 陆勺峰的底线 要不是我从前他不会放过你的 那 我不信 上风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你好自为之吧 这 知义 管你这个贱人 会放过你的 唉 这张脸 真是三百六十度无死角啊 真不知道 迷倒过多少小女生 你们都给我听着 她是我江城霸主陆绍峰的女人 以后再受一点欺负 我让你们所有人 生不如死 江城霸主 陆绍峰 原来与江亦蓉有婚约的这个人 就是我眼前的这个陆绍峰啊 江亦蓉嫁给她 也是理所应当的 况且 绍峰也是喜欢江亦蓉的吧 不然她一个从来不参加聚会的人 却为了来参加她的生日宴会 可是你喜欢江亦蓉的话 为什么又非要来招惹我呢 你知不知道 我真的很喜欢你 质易 你醒了 你这是哭了吗 质易 我们有孩子了 我怀孕了 嗯 我要当爸爸了 你要当妈妈了 那我孩子的爸爸 到底是普通人陆绍峰 还是商业霸主陆绍峰 我是商业霸主陆绍峰 但是 我也是普通人陆绍峰 这两者 没有什么区别啊 如果你是商业霸主陆绍峰 你就应该跟我离婚 去跟江亦蓉结婚呀 我又不喜欢她 我为什么要和她结婚呢 你不喜欢她 你如果不喜欢她的话 为什么要让她做你的天生秘书 你如果不喜欢她的话 为什么会去参加她的生日宴会 你如果不喜欢她的话 你如果不喜欢她的话 我 陆总 餐厅那边还需要包 陆总 餐厅那边还需要包 陆总 餐厅那边还需要包 包折啊 我说你还真是每次来的都很及时啊 那倒没有 对了包折 你刚刚说包场是什么呀 啊 陆总说 昨天是你的生人吧 你怎么不要跟人说我生人 小傻瓜 你放弄我是谁的吗 傻瓜 我妈叫我回家吃饭了 继续 这条手链 本来是你生日给你准备的 但是现在 这生日过得越来的 后悔给我准备了 怎么可能呢 这条手链本来就是为你特别定制的 特别定制 那这会不会很贵啊 你竟然在商业霸主面前提过一次 你这是在回老公的能力吗 商业霸主 行 那陆霸主 以后不管我想买什么 你都会买给我吗 那是当然啊 你想要什么 就随便提 不过 先家说老公 赶把主听听 宝宝 你以后可不能跟你这个无赖爸爸学坏啊 执意 搬回家来住 现在你怀孕了 我担心你的安全 有件事情 我需要跟姜伯母再确认一下 妈 这么晚了 妈要去哪儿啊 我会是要去见林智一 你个贱人吧 不行 智一 你好点了吗 姜伯母 上次你女儿小时候的照片 能让我再看一次吗 可以的 这张照片我一直带在身边 照片 我怎么不知道我妈随身携带了我小时候的照片 你怎么会有这个印记 我从小就有了 不可能 能是 张叔叔 小孩子的台积 长大了会消失的 这么说 知意 才是您的亲生呢 看来他们已经知道我不是僵尸牵尖的手 竟然如此 是 你也觉得会怪我狠心 姜伯母 您还记得 上次我问您玉佩的时候 那一块玉佩 其实是小的时候在不儿园 跟姜一柔偷走了 我知道我这么说您是不会相信的 毕竟您现在 有一个那么漂亮的女孩 而我就是一个丑小牙罢了 您跟姜一柔那么多年的感情 我会因为我的出现而记忆 不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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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她点时间 她会明白的 说吧 找我什么事 那我就开门前山了 我要你帮我找几个高手 把您知意求进去 那我有什么好处啊 难道 你要把陆绍峰让给她 只要林志意被困住 那陆绍峰 不就是你的了 这可是你说的 不过 你怎么样才能把林志意引出来呢 她力气这么大 你可不是她的东西 这就不用你管了 我自有办法 就凭你 别想跟绍峰在一起 做梦 绍峰只能受 乡家前进也只能是我 你是谁 习柔姐 你为什么车身她呢 小南 你姐姐生病了 现在在别的医院 她让我过来接你 过去看看她 我姐姐生病了 严重吗 就是很严重 所以才让我过来接你 是不是医师 咱们赶紧走吧 来 不对 我姐姐跟她没有生病 就算她真的生病了 也不会让你来告诉我 说 你到底想干什么 哎 既然被你发现了 这就不得了 绍峰 怎么了 我有点想喝粥 你能帮我买一份吗 好 舍夫啊 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情 我都已经很累了 真的不想再拖累你 不要怪我没有告诉你 我 你呢 两位大哥 谁请你们来抓我的呀 是 哎呀 你看 这两位大哥一看 就实力不凡呀 是不是 我就是一件弱女子 怎么能轻揍你们两位的事 哎 大哥 她说的没错了 我就跟你说吧 咱不接热火 你看这娘们跟那小鸡仔一样 用得着咱俩兄弟一块上的 哎 不是大哥 我这老子 那也是江桥车子 那排名前十的 这喘出去 通常不得笑死我 你给我闭嘴 怎么这么多话 你这么紧闲 那我们不专业 知道不知道 他样子幕后主使知道我力气大 所以才请他们来抓我的 不你们的人 是江一龙吧 小姐 你好聪明啊 哎 但是你猜到也没有用 我们就是拿钱办事 我劝你啊 还是乖乖配合我们吧 省着点力气啊 处罪业乎你那个仇人 你他妈怎么这么人夫妇 还弄着干什么大哥 开车啊 等着自首啊 开车 小哥 哎呦 有 有点本事啊 我去 竟然能把大哥给提动 要知道 江城能听到大哥的 没几个呀 有点意思 不过 今天就玩到这里了 哈哈哈哈 刚跟他们两个交手 他们的武力值绝对高于许多出色的高手 我即使力气再大 也不是他们两个的对手啊 别看了 今天 跑不掉了 哈哈哈 你是不是以为我这儿拍树影短剧呢 才给你这点道具 你真让我们脑袋分子 我告诉你 你弟弟还在我们手上 林志义 你不是挺厉害的吗 怎么被抓起来了呀 尤雅彭 怎么会是你呀 我跟你无冤无仇 你为什么要处处针对我 为什么还要抓我弟弟 哈哈哈 无冤无仇 是你可就说错了 谁让你我想跟我抢同一个男人 谁是一个男人 你是说少逢 闭嘴 少逢也是你知道的吗 别怕我弟弟 我告诉你 少逢是不会喜欢你这样的人的 他不会喜欢 走横子合葬的时候 我就开始喜欢他 那个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个干构宫里 为了能和他相遇 我拼命的练习散打 为了拿到全国的总冠军 是我怎么都没有想到 好不容易再次见到他的时候 看到的 既然是他付出维护你 根本就不正眼看我一眼 我怎么也想不明白你 我会输给你这种见面 我不不 行了了的 爱情本来就没有输一样 这一切 都是因为你太执着了 你给我闭嘴 看见你这样的嘴脸我都觉得恶心 你有什么资格来教育我 刘亚南 如果你只是针对我 有什么事你冲我来把小男放了 哇 这事 可由不了我做主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好 军有危险 忘了小男 你知道 可能吗 明星 今天 你就别忘了小能和你弟弟走出去 江一柔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过就是我玩弄于鼓掌之中的一个下 家家人偶尬了 你竟然有一天 妄想从我的手上里逃出去窜夺我的人手 这是什么意思 不管玉佩也好 乡家千金也半还是陆绍峰都必须是我的 也只能是我的 什么 你是说失神之后把陆绍峰让给我的吗 干什么 别忘了 是我花钱雇的你们两个 道歉啊 抱歉啊 刘小姐 刘小姐 江小姐给我们的好处 比你的拖子多 哈哈 你以为 没了这两个费物 我就拿你没办法了是吗 你怎么 你别忘了 我可是全国散打冠军有样啊 你去哪 你去哪 我 上个前一就死了 他全国三打冠军了 我看一击啊 啊哈哈哈哈 我上个前一就死了 全国三打冠军了 我看一击啊 哈哈哈哈哈哈 刚才说到哪了 不重要了 你是真前见语 不还是在在我手里吗 路上风爱你又云啊 啊 使用你消失了 那他不就会忘记你了吗 哈哈哈哈 所以你去死吧 小白 小男 小男你不能有事啊小男 我就只有你一个人了 姐 不要哭 我还想最后一次 看到你的笑 小男 小男你别睡小男 小男不会有事的小男 小男 我有这个姐弟情深啊 我都快被感动了 哈哈 小医生 我杀了你 你们两个要是敢上前一步 不介意跟你们一起同归于尽 大哥 咱不干这一档了咱走吧 這明明是殺了我脖子 你都這麼不專業 我要送你自首去 大哥 你氣得對著女人 我硬肯自首走 都不許動 執意 你衝動 別做傻事 不值得 少爽 小男死了 小易柔殺的 我知道 可是就算你把他殺了 他也活不過來了 你想讓我們的孩子 一出生 就沒有媽媽了 孩子 我的孩子 我們的孩子 執意 執意 孩子 你們竟然有孩子了 我才是江家大小姐 我還是商業霸所住 小胖的故人 是我 我呀 江氏千金林芝毅 成為江氏集團 新任董事 並與江城商業霸主 陸少峰聯姻 賈千金江一柔 因故意殺人罪 被判處死刑 老胖 金日份水果 請修娜 啊 怎麼樣 好吃嗎 嗯 你搬吧 哎呀 我逗你的 你餵什麼都好吃 真的嗎 你笑什麼 我笑你現在的樣子 好像一隻金魚一樣 什麼魚 金魚 親嘴魚 哎呀 是金魚 親嘴魚 哎呀 是金 金 到底是什麼呀 我不管是金魚還是親嘴魚 現在 我只想和老婆 親親 你想做說 要ass 我 有 過 有 差 來